1300年代五报花莲县山区发生豪雨 造成多处传出灾情 有秀林乡三战山区的民众目击土石流淹过 蓝巴沙把画面这个惊悚画面 民众吓坏 还有民众反映自家外被土石流淹没 所幸他及早避难下山 土石淹过一层层堤防 蓝沙坝满到三分之二高 村民才刚下班就目击这幕惊悚景象 瞬间冲破蓝沙坝 土石上小步步倾斜而下 满意过围栏 眼看下一秒就要淹到道路上 民众吓得惊叫连连 这里是花莲县秀林乡景美村 大雨炸花莲好几天造成土石松动 多处地方出现灾情 20号傍晚一阵豪大雨刚下完 溪水暴涨混合山区泥沙引发土石流 在5月20号下午一个强降雨的一个情况下 在我们景美村山战社区 无名其事的上方有一个蓝沙坝 那今天这样的一个强降雨之下 那土石流还是冲破了我们的鬼庄 那其实已经慢慢的往下流 0403地震时政府已经加强蓝沙坝 希望降低土石松动机率 没想到连日的豪大雨 还是造成蓝沙坝破防 不少住户都受害 到膝盖了 到膝盖了 你们都没办法可以走得过去吗 走不过去上面就走不过去了 你是厚度让村民难以行走 还有山战山区的居民反映 他家外面已经被土石淹没 虽然他已经独自避难下山 但还是担心下游七八百公尺处 几十户住户的安危 相公所已经在处理也声明目前没有人受伤 但年日大雨却让花莲地区民状无法放心 大量泥石扬起大片沙沉 二十号下午五点也因为突然强降雨 导致土石流 苏花公路还一度被堵 花莲地区土石灾请评传 相关单位需要谨慎思考预防措施 才能让民众主的安心 兴趣的综合报道